Yahoo 嗨 大家好 這裡是蘇惠小圖 我是妹妹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Wonder Fear 18L的相機包 這款相機包是少數可以收納的相機包 然後它的材質是防水的 再來是它很輕便 它的重量只有414公克 可是它雖然很輕巧 但是它也有18公升的容量 再來是它很適合經常參加戶外活動的攝影同好 很好的帶去露營或是旅行這樣子 那我們就打開給大家看看 好 打開來就像是這樣子 這款相機包雖然是可以收納式的相機包 不過它有附一個可以充氣式的骨架 讓你相機包背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也會比較挺 再來是因為它的訴求是輕巧方便 所以它裡面就沒有再附相機內袋給你 那如果你有需要架構它的相機內袋或是季頭頭的話 可以看我們上面的連結 然後需要的話可以再架構 再來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相機包的一些小細節 前面這個拉鍊拉開之後 它會有一個小的置物空間 可以讓你放一些小東西 對 然後前面這裡 它有一個小小的貼金設計 怕你東西掉出來 所以它這裡幫你稍微擋著 好 再來是左右這兩邊 是可以讓你外掛你其他的相機配件 你都可以在掛在上面 再來是旁邊這裡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放水壺或是腳架 再來是另外一邊 這邊是讓你可以側開的地方 然後它為了不讓每個人都很輕易的 可以讓你打開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裡有做一個貼心的防扣鎖 你要開的時候再把它解開 比較不容易被人家偷東西 再來是後面這裡 上面這一層 是小的 也是一個小的置物空間 然後再來下面這一個 是可以讓你從上面抽取東西的開口 再來它這裡也有一個小拉環 你要挺著相機包也是可以的 再來是這個 它的背帶是做透氣的背帶 就是你長時間背啊 或是夏天背的時候都比較不會悶熱 再來是這個胸口 如果你要改變位置的話 你就是先打開 然後這個稍微抽出來一點 斜斜的再把它穿出去 這樣它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再固定到你覺得適合的位置 再放回去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背起來給大家看看 我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 背起來也不會有很笨重的感覺 然後它背起來跟其他相機包不一樣的地方 是其他相機包會覺得硬硬的 有一個東西卡在背後的感覺 那這個它因為比較貼合你的背部 所以背起來也會比較舒服 然後比較輕巧一點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有問題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幫我們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